蓝启仁立即对着蓝旺基说道 旺基,带魏英去四长老那里 让四长老好好给他看看这失忆症 蓝启仁说道 是 蓝旺基对着蓝启仁行了一礼 跟着走出了松室 魏无羡离开了松室 就回到了蓝室专门给云梦江市安排的京社 遇到了在院子练剑的江婉淫 哟,舍得回来了 不是与蓝二公子交好 他没给你安排一个单独的院子吗 终究还是滚回来了 江婉淫讥讽地说道 魏无羡瞪了江婉淫一眼 那一眼中有着深深的冷意 江婉淫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寒颤 阿诚 江燕梨端着一个托盘走了出来 阿线回来了 快来喝汤 谢谢,我不饿 魏无羡说着就往这房间走去 阿线 江燕梨放下托盘 快速走到魏无羡身边 在魏无羡开门前 拉住了他的袖子 魏无羡从江燕梨手中扯过自己的衣袖 皱眉问道 江姑娘,你有何事 阿线 昨天晚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师姐一直很担心着你 江燕梨说道 还有其他事吗 魏无羡问道 魏无羡 江婉淫怒道 魏无羡根本不理会江氏姐弟 直接打开门走了进去 他可不会忘记他想起的那个画面 江氏的莲花烟火信号 他爹说 江氏有难不得不相助 如果他父母不是死于这场夜裂则已 若是死于这场夜裂 他父母的尸骨呢 目的呢 他为何还在夷灵流浪五年 他不想用阴谋论去揣测云梦江氏 但是他也控制不住他大脑中冒出的奇奇怪怪的想法 也许明早他再接触蓝忘机 就会知道他父母的死因了 第二天冒时 蓝忘机打开静视的门 魏无羡已经在院子树下坐着 正拿着一本书在看 听见开门声 魏无羡立即站了起来 还因为坐得九脚麻 甚至有点亮呛 蓝忘机立即快步走上前 搀扶着魏无羡 魏无羡脑中立即闪现出一幅画面 三岁的他被客栈的老板给赶了出来 店掌柜脸色无奈而又愧疚 孩子 你父母已经三天没有回来了 看来是回不来了 掌柜的 他一个小孩子 吃不了多少 你这大冬天把他赶出门 他必死无疑呀 小伙计说道 少废话 赶紧干活去 店掌柜呵斥道 掌柜 我以后少吃一口 分一点给他 晚上他和我挤在一张床 小伙计说道 这几天 小魏英住在客栈里面 每次见到他 都是甜甜地叫他哥哥 还拿糕点递给他 他从小也是没有锅儿 看见魏英总有些心疼 我这么大个垫子 缺他那一口饭 缺一块他睡觉的地方吗 哎 你不懂 我也没有办法 店掌柜叹息道 然后看向对面的一个酒楼的二楼 只见二楼有一道紫色的身影 店掌柜拉着小伙计走进客栈 又叹息了一声 将客栈的门关上了 接下来几天 小魏英一直坐在客栈外的台阶上 抱着包裹等着阿爹阿娘回来 包裹里面有几个胖乎乎的馒头 应该是掌柜伯伯给他的 小魏英啃着馒头 流着鼻涕眼泪 呜呜呜呜说道 阿爹 阿娘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阿英有乖乖等你们 阿英不要糖葫芦了 你们快点回来好不好 这样没有几天 小魏英的包裹 被一群小乞丐给抢走了 但是小魏英还是不肯离开客栈 那时候的他长得还算白净 有人叫他 他也会嘴巴甜甜的叫声 叔叔姨姨 哥哥姐姐 无论是怡邻的百姓 客栈来来往往的客商 其实都蛮喜欢他的 有百姓说家里没有孩子想收养他 也有来往的客商 说他嘴巴甜 一看就机灵 想带回家教他做生意 有些店铺掌柜想养他几年 以后让他做个便宜的小伙计 这些人收养他的时候 都是开开心心的 没几天 要么像当初将他赶出客栈的掌柜老板那样 叹息着将他赶出来 要么骂着他 把他当温神般赶出来 要么遇山匪 丢下他不管 要么被杀 把他吓晕了 小魏英只能流浪 只能从垃圾堆中翻找剩饭菜为生 有时候好不容易找到点吃食 却还要被小乞丐的欺负 抢夺 小魏英三岁流浪 缺医少时 有时候还是会生病的 眼看病得快要死了 第二天醒来 莫名身体就好转起来 但是在朦胧之中 小魏英总能看到了一个紫色的身影 就这样寒来暑往 一晃两年 两年后他个子还是小小的 但是人高了些 也大了些 也很机灵 也更容易找到吃食 也不再像以前那么脆弱 生病也少了 一天一灵 却莫名多了一只猎狗 这只小猎狗冲向了小魏英 张开了锋利的牙齿 一口咬在了小魏英的小腿上 魏无羡哆嗦着 从回忆中挣扎出来 一下子抱住了蓝忘机 那一口似乎就咬在自己的腿上 他甚至觉得自己小腿似乎疼了起来 难怪为什么他在街上看到狗 即使是一只小奶狗 也会胆战心惊 他失忆了 他不记得他曾经经历过什么 但是他看见狗 却从心里生出一种畏惧 原来他小时候被狗咬过 这种害怕已经在身体上落下了烙印 脑袋不记得 身体却记得 蓝忘机被魏无羡抱着 一下子惊住了 他从小不喜欢与人接触 即使他兄长蓝西辰 他们也很少肢体接触 更别说拥抱 此时魏无羡抱着他 在他怀里瑟瑟发抖 蓝忘机没有一点反感 却是心疼 甚至有种隐秘的欢喜 魏英 可是看见什么了 蓝忘机问道 我阿爹 阿娘 魏无羡哽咽着 一滴青泪落下 但是很快被魏无羡擦拭掉 蓝忘机拉着魏无羡的手腕 将他带入镜室 给他递了一杯茶 茶香缭绕 魏无羡的情绪慢慢安定下来了 蓝湛 我 我 我从我刚才看到的画面 我觉得我阿爹阿娘 就是因为那朵云梦僵式的烟花一去不复返的 店掌柜迫于无奈将我从客栈赶了出来 小时候我长得比较可爱 有很多人收养过我 但是没两天就被赶出来了 魏无羡说道 为何 有的人叹息说 孩子不要怪我 那些人我惹不起啊 有的人骂我温神 说就是因为我 他们家才倒霉的 收养我的客商 则会遇到劫匪 丢下我跑了 带着配件的修士收养我 莫名被人杀了 我又流浪了 魏无羡说道 眼中愤恨不已 我的命运被人操控了 可知道是谁 蓝忘机紧张地问道 不知我三岁父母失踪了 那么小的孩子 很难存活的 但是每次我感觉自己 发烧生病 快要病死了 第二天 我又奇迹般得好了起来 魏无羡说道 此人另有所图 可是你父母给你留下了什么 蓝忘机问道 我被赶出门没两天 包袱就被小乞丐抢走瓜分了 我身上什么也没有了 魏无羡说道 若我父母真的给我留了什么 也早就没有了 可有可疑的人 蓝忘机问道 客商遭遇的土匪 杀伞修的人 都是紫色蒙面的人干的 魏无羡皱眉说道 而且 那些收养 我又赶走我的百姓 眼神看过的地方 都有紫色身影闪过 我流浪的那几年 总能看到一些紫色的身影 甚至偶尔还听到了铃铛声 魏无羡说道 是 是 蓝忘机说着 看向了云梦的方向 魏无羡闭着眼睛 一滴眼泪从眼角滑落下来 亮点 亮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